2024年1月5日,扬声大师圣哲曼,向新能量开放,传导Natalie Gleason,译者,扬声传导。 问候,美妙的光之存有门,我是圣哲曼,很荣幸能与你们同在,也很荣幸能够兑现在开始锚定在整个造物主宇宙中的能量。 这些能量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些能量流经所有维度和层面进入地球,地球母亲,以及所有众生,他们将持续到来年,他们拥有来自造物主的巨大、有力和鼓舞人心的能量,内在层面上的每个存有都在采用这种能量和目的。 存有,扬声大师,恒星存有,天使等等,内心正在积聚着巨大的热情,一种支持地球和所有存有扬声过程的热情。 这是因为来自造物主的能量和品质是连结和开放的,所以内在层面上的所有存有实际上都在开放他们的存在,并增强他们与造物主各个方面,遍及所有维度,包括地球的连结。 这意味着内在层面上的每个存有都在表达与地球的开放和连结,一种巨大的兴奋、热情和支持正大量涌入地球上的每个人身上。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因为以前从未有过物质存在或物质身体中的人们感受到或能够感受到与造物主的神圣存在,与内在层面、与内在领域和维度如此紧密的联系。 一种亲密,一种连结,一种整合,一种综合正在发生,当这些存有像你们和地球上的所有存有开放他们的能量时,他们正在分享,分享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爱,他们的疗愈,他们拥有并锚定在他们的存在中的创造者特质。 对地球上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因为从现在到来年,你们拥有如此多的智慧、知识、爱、聊、欲、造物主品质、支持和指导。 这是变革的一年,地球上的人和内在层面之间的连结和连结大大加强和加强。 这也意味着地球上的人和造物主之间的联系,事实上造物主的各个方面也得到了加强。 因此,有了这种开放性,有了这种从地球或从内在层面流向地球的联系和巨大热情,这是真正专注于在现实中显化你们希望体验的东西的美好时光。 寻求帮助,持有意图,因为有很多存有在看着你们,想要帮助和支持你们,包括造物主。 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会推动你们提出的任何创造、表现、意、图或请求。 特别是当这个请求来自你们存在的开放和联系的空间的时候,当内在层面上的存有开放他们的能量并在更深层次上与你们联系时,他们邀请你们做同样的事情,开始专注于开放你们的存在,开放你们的能量系统,开放你们的思想,你们的观点。 连结于你们自己,你们的灵魂,你们的灵魂,团,体,你们的指,导,灵,造物主连结与造物主的宇宙连结。 认识到你们存在中的开放性的一种方法是将开放性视为解放,作为一种跨越边界和限制的扩张能量。 因此,练习将你们的光辐射到你们为自己和他人为你们设定的界限和限制之外,将支持你们内在的开放性。 你们可能还希望关注连接,你们觉得与内未面存有联系容易吗? 你们是否发现与周围的人物质存在,建立联系很容易,或者可能更具挑战性? 在这个新的能量转变中,你们将被邀请认识到真正的联系是什么? 在你们的存在中,沉思和探索如何才能完全联系在一起? 认识到你们在哪里脱节,也许是与你们自己,造物主或所爱的某个面向脱节。 你们周围的人,他会是什么样子,感觉如何? 如果你们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联系,他会是能量、恩典和爱的神圣流动吗? 你们能无条件的爱人,也能让自己被爱吗? 当你们开始探索什么是联系,他在你们的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以及哪里存在脱节时, 你们就开始邀请造物主的流动进入你们的整个存在,并透过你们来表达。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你们会注意到,一切都与你们的连结有关,你们与人、灵魂、存在、造物主、你们自己的关系。 你们会注意到,你们将面临保持开放的挑战,相信自己的存在,并允许造物主和你们的源头的能量流经你们的存在,突破限制和界限。 当连结和开放的能量存在时,它可能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当它作为能量波流动并从造物主的源头转移时, 因为它会唤醒并激活你们存在中不与开放和连结对齐的一切。 因此,旧伤、恐惧、痛苦、磨难可能会浮现出来,与孤独、脱、结、孤立感、困境、无法实现现实中想要的东西有关。 例如有疑或缺乏支持,有这么多的伤口可能会被清理和净化,并被连接的振动所取代并被开放,扩张、解放的振动所取代。 事实上,还有无限的能量,一种允许你们的自由、轻松、完美地表达真理。 当开放和连结的能量从造物主的核心出现,并振动穿过造物主的整个宇宙和你们自己的存在时, 你们将会意识到幻象,你们会被邀请,因为你们的开放性和新发现的连结,你们会被邀请去认识某件事是否是幻觉。 幻觉常常是由自我、头脑、个性、口、惧、痛苦和折磨所产生的,真理来自你们自己的源头,你们存在之内的光和光芒的能量。 你们可能会说来自你们的灵魂,以及你们的灵魂与造物主的连结。 由于连结和开放性的存在,你们会发现幻觉突然对你们来说变得非常明显。 你们过去一直坚持的东西,以及其他人印在你们身上的幻觉,例如恐惧或恐惧,限制你们的观点,并在你们的现实中创造界限或痛苦。 当这些幻象进入你们的意识时,由于连结和开放的存在,你们会发现真理也会出现。 这会让你们很容易放弃幻象,因为就好像真理会在它旁边生起你们将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幻象和真相,并能够接受真相作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当我们谈论真理时,我们谈论的是你们的灵魂的存在,你们的本质在你们的存在中,或造物主在你们的存在中,纯洁、神性。 你们会发现许多幻象会随着开悟而升起,让你们脱去,几乎就像一层幻象的外衣。 因此你们会发现自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你们的现实中行动、反应、存在和存在。 因为真理的存在从你们的存在中散发出来,有时候,你们需要真正接触到你们内心的真相,把你们的存在当作一个避难所,一个你们可以为自己确定清晰度的空间。 这几乎会让你们感觉好像你们正在放弃周围的整个世界,以及所有的意见和判断别人的想法。 你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你们进入了自己的神圣殿堂,里面有真理之书。 这不仅能让你们更充分地了解自己,更充分地相信自己,还能让你们自己存在于一个和平、爱和清晰的空间中,从而在很多方面释放能量混乱。 不知道或混乱的想法,一种内在的认知将从你们的存在中诞生,它将充当指鹿鸣灯。 这种内在的认知将是专门为你们而设计的,对每个人来说,内在的认知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是适当和必要的。 随着内在认知的激活,更伟大的造物主临在就会出现并体现在你们的存在中。 安全感,能够养活自己,了解自己需要什么和必要的东西,所有这些品质和能量也将随之显现。 造物主要求每一个存有,尤其是地球上的存有,以及整个造物主宇宙中的存有,确保你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有目的的决定,这是一个有目的的决定,而目的就是充满意义的东西。 你们带着喜悦、幸福、爱、开放和连结。 当你们在来年做出决定时,问问自己这是一个有目的的决定,还是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感觉这是唯一的选择,或者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 你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问自己,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什么?它会带来什么结果? 这对我寻求开放性、连结和幻象的消解,以显现我存在中的真理有帮助吗? 你们可能会发现,因为你们问了自己这个问题,你们的存在自然的开放并与新的机会联系起来,并与许新的见解和理解出现。 造物主也邀请你们承认一件事,由于开放和联系的能量,你们的现实中有新的机会和可能性,以及与你们自己内在的新技能和你们尚未认识到的自己的新方面联系的新机会。 因此,请允许自己开放地认识这些新的机会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辉煌。 壮丽的时刻,现在有来自造物主各个方面的如此多的支持,让自己吸收这种支持,并知道你们应得的。 我谢谢你们,我是圣哲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